火箭将莱恩·安倍森和次伦秀的安东尼·梅尔顿送去太阳,得到布兰·邓奈特和马克里斯·克里斯, ESPN现金专家鲍比马克思从现金角度分析这笔交易。 1. 两个月后,火箭要决定是否执行克里斯2019-20赛季价值410万的合同选项2,由于空内位置明显的漏洞,布兰·邓奈特是太阳的X因素,如果健康,它能帮到火箭。 3. 太阳现在有两个次轮迁,梅尔顿和奥克伯,加上伊赛亚·卡南的非保障合同,他们将竞争空内时间。 4. 乃克2019-20赛季年轻费1560万,安德森是2160万,下赛季在交易市场更好处理。 5. 太阳会和梅尔顿如何签均? 太阳只有450万的空间中产,但最多只能签两年,大部分次轮秀签的合同都超过两年方便求队掌控主动权。 太阳可以采掉沙菲尔·哈里森和霍尔姆斯,创造出足够的新建空间,给梅尔顿三年合同。 太阳也可以买断达雷尔加测740万的合同创造空间。 6. 火箭将获得了250万的交易特例期。 火箭的收取税将从2044万,降至1470万,减少570万。 8. 火箭现在有12份保障合同,2份部分货杯保障合同,卖下为何周期? 3份Exhibit10合同,可在常规赛开始前转为双向合同。 9. 火箭还有两个双向球员名额没用。 10. 财员延期支付的截止日是8月31日,之后新赛季的行金无法延期支付,需要在球员报到。 10. 并通过体检后,他们先再职的合同才能延期支付。 我